一个门牌 只要交那么多钱 比我们家的房子都要贵了 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 这不是比我们老百姓上吊吗 办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办好事 如果不编定名牌 邮队员怎么会知道 谁是谁家 再交不起那银子 交不起 交不起 营养造反是吗 把他包娘送到衙门去 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 你是什么人 滚一边去 他可是 看你吐吐羊不羊呢 是哪儿出来的鸭头骗子 别妨碍我们执行购物 都闪到一边去 你说话客气点 你口气还挺大 没事闪到一边去 要不然你一块抓到羊们去 官威还真大 老百姓说句话就要抓人 谁给你的权利 别给他 罗总 把他一块抓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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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怎么回事 把他们一并拿下 是 是 好 快 回去吧 坐下 银子 你这儿 可以再乱照我 去哪儿 说得啊 我去哪儿 你哪儿 你那么看我 这里 我怎么了解更多的情况 可是 让哥哥您吃这样的苦 我实在是过意不去 他们凭什么把我们关起来 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可讲了 姑娘 多谢你打抱不平 小姐 我一看你 就不是我们军昌人家的女儿 这回让你跟着我们受牵连 也遭罪了 这我们男人家的管进来也没什么 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这家人啊肯定机坏了 你们放心 他们会放我们出去的 二位大哥 我想问一下 那个门牌实际上值多少银子 就那破门牌 值多 值不了几个大字 这不是搜刮明指明膏吗 哎 小姐你小声点 这要是让棺材听见了 那要加你的行呢 你们说什么呢 都给我安静点 把骨头填实了 用点力 来 来 来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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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 小心啊 小心 来 董事 来 张先生 来 董哥在你那边吗 没有啊 没看见 是玉琳都出去好半天了 怎么还要见他回来 没准董哥有时间回去了吧 不可能 他有什么事 一定会告诉他一声 来 拿着 这边你忙忙看着点 我去找找他 好嘞 张先生 来 都快点快点 快点 把土砸实了啊 有人吗 来人 有人吗 让什么呢 肚子饿了 管了我们这么半天 有馒头吗 馒头 你以为是你们家呀 告诉您 在这儿 你有碗粥吃就不错了 那来碗粥吧 你还舍上大爷了 你算老几啊 把你们的牢头叫来 牢头 牢头是你想见到见的吗 你们把我们错抓进来 想见牢头说说也不行吗 什么错抓不错抓 告诉你 来这儿的每一个 都说自己是冤枉的 你们老实给我待着 太后 好 郑先生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太后 我们在找玉玲 她来过你这儿没有啊 没有啊 她不是跟你进城 摘电线杆子去了吗 她原本是要进城 和我一块摘电线杆子 可是这一刚一出门 就遇见一个女孩 把她给叫走了 到现在也不见她回来 我以为她到一鹤园来了 所以来问问您 你别急 她丢不了 太后 我是担心她 别再出什么事情了 上次 玉玲被蛇咬的事情 到现在都没有查清楚 我心里放心不下 也就是啊 太后上次 要奴才 通知刑部彻查 结果这件事情 也还没个结果呢 小李子 你多派些人 跟张先生一起四处找找 别那么慌里慌张的 这大白天的 不会出什么事 这 张先生您看啊 还是我们太后御事 沉着冷静 御事不慌张的 行了 快去吧 这 那赶紧吧 太后 我们先走 快去吧 你再来这些留给妈 跟自我走了走了 走了 今儿算是出不去了 等明儿吧 明儿 明儿能不能放我们出去 还不一定呢 你说 我那时候是多什么嘴呢 后悔了 我不是后悔 你们不知道 我媳妇 她就要生孩子了 生孩子可是大事 耽误不得的呀 大哥 您媳妇真的要生了吗 是啊 急死我了 那时候 又是订门牌 又收银子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姑娘 求您 给想个办法吧 师傅 您想什么要啊 怎么样 没找到 李总管 那边也没有 这边李总管 他都得 没找到啊 你也没找到啊 你也没找到啊 到前面看看 走走走走走 走了走了走了走 走了走了走了 来人哪 来人哪 你转转什么呢 周伟大哥的媳妇要生孩子了 你快放了她 放了她 她 你在说梦话吗 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 你算老几年你承担 这位大哥您行行好 他媳妇生孩子可是大事情 您放得出去吧 你说放就放 还有王法吗 什么大事啊 廷老大人 什么大事啊 露露 我听听 廷老大人 求求您放我出去吧 我媳妇要生孩子 在家等着我 我 我回去 我回去就是撒光卖天 你把我家的门牌钱交上 您看行吗 求求你了大人 知道了 媳妇生孩子 你还出来闹事啊 老师待着吧 你就是提劳 是我 快把他放了 要不然 后果你可承担不起 口气不小啊 我不管你家里有钱 还是你老子在做官 到了监狱 你就得扶我管 不过嘛 这像我们人长得不错呀 做我姨太太愿意不愿意呀 哎 与宇宝大人 把这女人给我抓进来 打四十大板 四十大人 快走 这 不愿意啊 是 不愿意 快 过来 不愿意啊 有人愿意了 快走 快走 这什么 你听 怎么弄啊 还愿意了 还愿意了 听什么听 什么听啊 人家愿意跟我们什么事 我们早上就洗三哥哥了 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怎么这是哥哥的时间啊 都去看看 走走走 走走 哥哥 哥哥 你先 没事 快上去吧 快 快 快 放下来 放下来 哥 哥哥 天明 有人进来了 玉琳 哥哥 哥哥 混蛋 连几个犯人都看管不住 让你们白吃饭了 八爷 下官知罪 下官不知道那个小女子 她会武功啊 就是她把所有人带走的 一个小女子 就把你们打成这样 要是一个大男人 不把她监牢给我拆了 你们捡成一群废物 给我滚 是 站住 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 明天你带些人 去把他们统统给我抓回来 喳 奴才叩见太后 奴才找到了十三哥哥 哪儿呢 十三哪 太后 你去哪儿呢 太后 快把我给气死了 谁把你给气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启禀太后啊 这奴才走在路上 突然听到哥哥的声音 哥哥就突然间出现了 我刚从牢房里出来 谁胆子这么大呀 快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太后 你听了你会更生气 有人借着办邮局 要编定门牌 就向老百姓收取名盘费 少则一两银子 多则十两二十两银子 我已经打听过了 一个门牌的成本费 不到一文钱 胆子可是太大了 这不成了向老百姓乱收费 乱摊派了吗 太后 还有更可气的呢 老百姓没有钱交 或者是不愿意交 那些官兵们就以抗交恐吓 还抓人封门 本来办邮局 是一件利民的好事 现在全都变味了 可说呢 本来是一桩好事的 变成了坏事 那老百姓能不骂咱们吗 是咱呢 明天你带上我的玉牌 去调查这件事 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指使他们这么干的 是 你看我干什么呀 是你干的呀 别老瞎看 别老瞎看 低下头吧 没事吧 就没想到 你是因为这件事 被他们抓进了牢房 海生 今天晚上 让你等着急了吧 一找不到你 我的心就慌了 自从上次你被蛇咬之后 我就一直会担心 会有人再对你无力 现在你没事 我心里就踏实了 谢谢你 海生 不要说那么多谢谢 不要说那么多谢谢 只要你没事 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海生 今天你跑来跑去辛苦了 咱俩回去休息吧 玉玲 我们俩的事 你还需要我等多久 你还需要我等多久 这样不是挺好吗 玉玲 我需要你再明确一些 你知道 我真的非常 海生 我明白 我不是和你说过 要多给我一些时间 你总说给你时间 给你时间 我不是已经在 给你时间了吗 我需要知道 你到底还要我等多久 也许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是因为七贝勒 你不是和他已经没有 婚姻关系了吗 你说话 玉玲 海生 你让我说什么呀 让我好好理一理 我会给你答案的 你原本 要怎么办啊 来 行 行 行 塞 行 行 你帅哥 我帮你来 放开我 大人 我求求你放了他 我刚生完孩子 需要他在家照顾 不行 他犯了罚 还愿意逃跑 能跑得了吗 大人 你们不能这样子 没有办法 你们不能这样子 你们干什么 大人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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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大人 北京城里啊 现在都乱得快成一锅粥了 您怎么还沉得住气 在家写证啊 余大人 又出什么事情了 办邮局的事 大人您听说了吗 好好好 办邮局啊 办邮局的事老婆听说了 哎 余大人 这办邮局啊 我看是件好事去哪 是 它是件好事 可是有人借着办邮局啊 给老百姓搞起摊派来了 您知道 鞭丁一个门盘 人家要多是银的吗 少得一两 多得十两二十两 这不是搜瓜明指明高吗 谁主办这件事情啊 户部佑侍郎 巴哈图 巴哈图 贵公爷的小舅子 太后知道这件事情吗 这 这 这就不好说了 也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老夫虽然居家养闲 可是这是件大事 咱们得管管 余大人 咱俩这就去义和园 对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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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大人 我们押送几个犯人 回去监牢去 下官还要急着回去复命 大人能不能让人路 大胆 跟十三哥哥说话 还要不敢会下马 是十三哥哥 十三哥 十三哥 是哥哥 十三哥哥 恕奴才有眼不识泰山 十三哥哥 快救我们的哥哥 哥哥 你们就是十三哥哥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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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他们吧 二位大人哪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起来吧 太后 老朽认为 此事关乎大清在子民中的声望 千万不可以怂恿 应当严厉查办 太后 臣也是这样认为 千万不可怂恿此事 应该严厉查办 来 二位大人所言即是啊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他不管是谁 也不应当做出有损于百姓的事的 太后 想不到您已经做出安排 我们放心了 太后啊 不知道您派哪位大人经办此事啊 十三格格 十 十三格格 此事非从小可 格格没有经办过此类事情的经验 如果处理不好 会把事情了得更大啊 十三格格虽然有很多长处 也办过像天津湖北监历这样的大案 可是处理这么棘手的事情 他未必胜任得了 由此看来 二位大人对他还是心存怀疑啊 你说 我也不好过早地下结论不是 我看这么着吧 咱们还是一起等着这事办完的结果吧 嗯 什么 你把他们全给我放了 是十三格格要奴才放的人 什么时候十三格格又掺和劲锐了 昨儿晚上越狱那姑娘就是十三格格 她就是十三格格 是啊 怎么遇到就长大了 你这不是给我惹上麻烦 奴才也不知道是她呀 要知道是她奴才早就把她给放了 奴才还听说 还听说什么 还听说太后派十三格格下来 调查乱摊派乱收费的事 那能算什么乱摊派乱收费 都在哪 别放您来了 您来了 您来了 你们刚才聊什么呢 太后让十三格格查 咱们收银子的事 是这样 这算什么乱摊派乱收费 别理她 大人啊 这太后啊 我看越来越宠信十三格格了 那么大一件事 就交给她去办 我看 肥脑出一桩大事出来不可 余大人 我了解她 十三格格 确实有些地方与人不同 也许这件事情啊 她能做好 大人 您就这么相信她了 余大人 现在朝廷里头 还有谁像她十三格格那样 做那些得罪人的事啊 那倒是 不过这件事啊 我担心的是 巴哈图她斗得过 那贵公爷她斗得过吗 这就难说了 刚才在太后那儿 大人怎么不把她说出来呀 吴大人呢 您怎么这样糊涂啊 我敢在太后面前提贵公爷吗 那太后可是说了 不论是谁 都不能做游孙于百姓的事情 难道太后 还不知道此人是谁 那有可能啊 要是那样 那就有好戏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粉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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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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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子 奴才在 这门牌的事出在京城里头 这其中关系复杂 你马上进城去 有什么风吹草动啊 马上回来给我报告 这 还有啊 这办邮局主事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奴才不清楚 我想起来了 宫亲王好像跟我提起过 是一个叫巴 哈图 巴哈图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太清楚吗 因为太后提起来姓巴的 奴才像就只有哈图大人 赶紧进城去吧 喳 好 十三哥哥求见 他来干什么 不见 来 来 八大人 十三哥哥有失远赢 八大人不必客气 你呢 这儿啊 要有什么的 你呢 你呢 还是有什么的 你呢 不见了 大好事啊 有什么好查的呢 本来办邮局 是一件立民的好事 可如今 却成为一件坏事 有些事情 我要来问问清楚 哥哥这话 是从何说起呢 八大人 哥哥 你们邮店衙门 是不是向每家每户 收取门牌费 是 是不是少择一两银子 多择十两二十两银子 是 老百姓不愿交 你们就以抗交恐吓 不是动手抓人 就是扬言封门 是 你们这一洋不是强行摊派吗 你们这一洋不是强行摊派吗 十三 朝廷对于那些刁民 是向来不姑息迁就的 难道 难道 你要迁就他们吗 贵公爷 我们不能动不动 就把有不同意见的老百姓 说成是刁民 既然同意办邮局 那他们为什么聚焦门牌费呢 这么高的费用 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交得起的 一个门牌的成本是多少 想必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吧 听格格的意思是说 是有人中饱私囊了 是不是你们中饱私囊了 我们谁也没中饱私囊 所收的那些银子 全存在国库里头 就是嘛 我没有说谁中饱私囊 像你们这样乱收银子 老百姓会怎么样看待我们 会说朝廷又在搞乱摊派 乱收费 会说朝廷巧立明目 压榨明纸明膏 十三 没有那么严重 你不要一味听那些刁民的话 不收银子 那 办幽局的银子从哪儿来 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吧 不管怎么说 也不能收取这么多的银子 老百姓会骂娘的 贵公爷 老百姓登上衙的门口请愿去了 非要见八代人不合 什么 这不是造反吗 去 派兵把他们都给我抓去了 知道了 慢 这不是 贵公爷 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 只会是矛盾进一步计划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八大人 哥哥 这件事情是由你们引起来的 你应该去见他们 向他们道歉 并把多收的银子 退还给他们 石桑哥哥 你是让我去给那些老百姓道歉 对 你应该去向老百姓道歉 因为你的做法错了 贵公爷 您干不得了 夫老师好 道歉 从古至今 没听说过朝廷给老百姓道歉 如果朝廷给老百姓道歉 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贵公爷 我可是奉太后的意志过来的 行了 行了 少拿太后吓唬人 这咖啥 下来 下来 他们一起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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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建你们主事的 叫他们出来 叫他们出来 你们不能封我们家的门呐 我叫不出那么多银子来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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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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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奏太后 听说请愿的百姓已经到了游殿衙门 事态越来越扩大了 这事我知道了 我早就接到报告了 二位起来吧 谢太后 不用那么慌张 太后啊 您切不可以小看这件事情 水可以载舟 也可以覆舟 这个 这个您比我们更清楚啊 嗯 清楚 那二位大人怎么看呢 太后啊 臣是担心啊 十三格格他没有经办这种事情的经验 臣恳请太后 立刻派一个有经验的大臣 火速赶去 太后 老朽也这么认为 赶紧派一个有经验的大臣 马上赶去 切不可恶啊 那看来 二位大人对他还是不大放心呢 我看还是再等等吧 会有好消息传来的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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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张什么呀 小李子 二位大人 你们先下去吧 嗯 是 是 小李子 你刚才说 十三要巴哈图向老百姓道歉呢 是啊 桂公爷也在那个地方 但桂公爷他坚决不肯 在 两个人现在就僵在那儿 他在那儿干什么呀 凑什么热闹呀 你去告诉他们 让他们听十三的话 太后啊 但是奴才想 那桂公爷说得也没错啊 你想想看 这自古以来 哪有朝廷向老百姓道歉的道理 这朝廷不是失去了威信了吗 可是明明错了呀 这不纠正不道歉 那老百姓也不一呀 再说了 我收了玉牌给十三 难道让我收回成命了 那可不成啊 小李子 你火速赶回 叫那桂公爷别静在那儿捣乱 另外叫他来见我 喳 不忍彤 不忍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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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公爷 这件事关系到朝廷声誉 十三请你 还是慎重考虑 让八大人去向老百姓道歉 我就是不让他去 怎么了 多收几个银子 谁也没装进自己的腰包 去向他们道歉 那才真是丢了朝廷的威望和声誉 要去你自个儿去 好 我自己去 姐夫 没事 你们都给我听着 谁要敢在这儿闹事 我就把谁抓进大牢 大人 我们不是闹事的 我们是到这儿来见见主事的 八大人没时间 你们都赶快走 要不然我可下令抓人了 你们还要不要浪屁虎 抓下去抓 把这银子留银条 好 大爷 您先起来 您让大伙都起来吧 你们谁家的门被封了 我就带人去拆 现在也向大家表示道歉 多收大家的银子 在我们核实门牌费用之后 都会退还给大家的 大人 这话当真吗 大爷 您放心吧 大家快起来吧 朝廷已经这样说了 也向咱们道歉了 咱们搁回搁的家吧 快起来吧 大家都起来吧 好 她一个女官能代表朝廷吗 是 是 我告诉你们 她就是慈禧皇太后身边的女官 十三哥哥 受大爷一拜 大爷 您起来 我受不起啊 你们谁家的门被封了 我现在就要去把她拆了 好 好 什么 她真去向老百姓道歉了 她不光向老百姓道歉了 还答应要把多收的银两 退给老百姓呢 她还真以为她自己说的算了 人呢 给我叫过来 叫不回来了 她已经去拆老百姓门上的封条了 她 她简直是给朝廷丢尽了脸 大纵 真的 你还要把这些银子都给了老百姓 我还要把这些银子都给老百姓 你都不回来了 你怎么会帮十三说话 贵公爷啊 我怎么会帮四三哥哥呢 是太后发火了 太后要奴才火速赶来传达指示 不要再阻挡四三哥哥了 我姐真这么说 这假得了吗 太后啊 还要我来说 这事情是明明做错了 就得纠正 就得道歉 要报大人跟老百姓道歉 要不然老百姓会不依 老百姓 老百姓 老百姓算什么 哎呀 贵公爷 息怒 息怒啊 别气坏身子 贵公爷啊 其实奴才 已经在太后面前 替贵公爷还有八大人说话 当时太后不买账 太后真的发火了 那我去找她 哎 贵公爷 别着急 别着急 听奴才把话说完 这太后呢 除了让奴才来转达指示之外 还有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 这第二件事情 就是让贵公爷 立即启程去见太后 我刚才要去 你不让我去 不是 我 我希望你顺顺气嘛 顺顺气 你还有脸来见我呀 你跑那凑什么热闹啊 我问你 是不是你给你那小舅子出的嗖主意啊 是不是你把他弄到那儿去的啊 姐 你先听我说 你不用跟我解释 巴哈图他实实在在地干了一件 让老百姓骂朝廷的事了 你还想解释什么呀 姐 我不是坦后巴哈图 其实他一直为朝廷尽心尽力 早就应该升为正二品 其实他这次为办邮局 多受门卖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得已而为之啊 那你就是说朝廷拨给他的银子 太少了是不是 那就算是少了些 他也不应该趁机 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啊 我问你 一个门牌成本才几个大钱 他凭什么收到十两二十两 我再问你 京城多少户人家 他不得收上千万两银子呀 他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 他是不是想趁机发横财呀 姐 你千万别误会 巴哈图他肯定不敢有这种想法 他是想把银子全存在国库里头 我说亮他也不敢装进自己的腰包 他想给邮店衙门捞一笔经费是不是 还有你 也想从中沾点光是不是 姐 我没有 你下去吧 这事我跟你没完 姐 你下去吧 大爷您快起来 是我们的错 我们朝廷向您赔罪了 十三哥哥 大爷不要朝廷赔罪 大爷您就叫我闺女吧 大爷心里就很舒坦了 十三哥哥 听说你刘杨回来 外国什么样啊 外国跟咱们大清国一样 有高山 有河流 有平原 不同的是 他们有些国家比我们更先进一些 他们已经用上了铁路 电话 还有轮船 外国妇女也过脚吗 外国妇女不过脚 好 海生 你怎么过来了 过来看看你 现在整个北京都团变了 你十三哥哥 有品系列上回过了 了不起 封条还没有拆完呢 你陪我一起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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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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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已经明白 也要耐心去等待 直到这样所爱 我会勇敢的说出来 就算已经明白 也要耐心去等待 直到这样所爱 我会勇敢的说出来 如果昨天的梦见天依旧在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情怀 谁能够天地见自由自在 那是我们青春地在 就算已经明白 也要耐心去等待 直到这样所爱 我会勇敢的说出来 就算已经明白 也要耐心去等待 直到这样所爱 我会勇敢的说出来 你继续的我们下期见